出门在外旅游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2005年夏天 美国富婆丽娜带着10岁的女儿安妮来到菲律宾旅游 正当俩人在街边的小摊上兴致勃勃地选购物品时 安妮突然被一个当地的小男孩手中的玩具吸引走了 她以为这里和美国一样治安很安全 所以没有跟母亲打招呼 就穿越人群静止走到了男孩面前 结果刚刚拿起男孩手中的玩具 身后猛地就窜出来一辆三轮车 接着几双无情的大手一把将她拽了过去 安妮吓坏了赶紧地大喊妈妈 近在咫尺的丽娜似乎也听到了女儿的呼喊 她转身一看女儿果然不见了 丽娜顿时慌了 她立马冲出人群循着声音望去 只见女儿被装在一辆三轮车里正在向她求救 母亲一路小跑想要阻止人贩子 内核双腿的速度远不及三轮 短短的几秒钟她就被甩在了后面 孤身一人加上语言不通 丽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掳走 而周边的路人却无一人之至 似乎这种情况早就死功见惯 为了尽快地救出女儿 夫妻两人火速地去当地警察局报案 可警察却以没有记下车牌号为由将其打发 丽娜一听顿时火麻三丈 那种情况就算是记下了车牌又如何 菲律宾这么乱 车牌很有可能是假的呀 夫妻两人无法认受当地警方的无能 正于大打出手 一位号称就职于国土安全部的特工汤姆找了上来 对方声称有他们女儿的线索 想接一步说话 夫妻两人看着自家特工前来相助 顿时眼眸金光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了此人 而汤姆也是丝毫不隐瞒 根据她多年的经验来看 安妮百分百被人骗子诱拐了 听闻汤姆的话夫妻两人悲痛欲绝 丽娜更是不愿意接受现实 她无法想象年幼的女儿落在这群禽兽身上 会遭受什么样的磨难 安妮被拐的事很快就传回了美国 在华盛顿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大老板谢尔盖也注意到了此事 她思考了一会儿 还是给负责菲律宾的头目汤姆打起了电话 谢尔盖再三追问 美国幼童的事是不是她干的 因为这会危及到她的商业帝国 汤姆自然知道谢尔盖的手段 她听后连连否认 其实私下已经将安妮圈养了起来 并找到了买家 听闻手下的话 谢尔盖这次放下心来 毕竟这件事影响太大了 万一精度了ICE 她的饭与生意就没了 人穷到什么地步 才会狠下心来变卖自己的孩子呢 这是发生在菲律宾旅宋岛上的真实事件 刚刚年满十岁的朱丽 干了一中午的挪活 回到家中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饭 就惨遭父亲变卖 人贩子松手的那一刻 就表示该交易已经达成 虽然父亲的内心犹豫不决 但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最后她还是同意了 母亲不舍得看着女儿 可自己又不当家 只能看着丈夫胡作非为 眼看着女儿就要走出屋子 母亲站在一旁欲言又止 沉寂了数秒 她还是没有制止这场交易 听话的朱丽来到了父亲身边 还以为父亲会像往常一样奖励她 表扬她 哪知还未开口说话 就被人贩子一把拽了过去 茉莉吓坏了 她一边挣扎 一边大喊爸爸救救自己 直到这一刻 她还认为世界上最爱她的人是爸爸 可是爸爸却一脸严肃地看见了母亲 夫妻俩人在这一刻 谁也没有说话 就这样 眼睁睁地看着朱丽 被装进了笼子 带立了村子 没错 因为穷 他们变卖了自己的孩子 夜色降临 朱丽被人贩子带到了 菲律宾的首都玛尼拉 这里相比吕宋岛 不知道赋予了多少倍 通过铁龙望去 一片灯红酒绿 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 沿街到处还都是叫卖的吆喝声 流光一彩 灯火通明 最终车在穿越繁华的街道 停到了臭名昭著的红灯区 迎接他们的 正是拐卖安妮的老恶魔汤妮 表面上她在马尼拉市 做正经生意的国际老板 其实就是人贩子 穿越昏暗的走廊 墨里被扔进了潮湿的地下室 那里关押着十几个儿童 男男女女都有 他们衣不遮体 目光呆滞 一个个就像傻子一样 只有旁边的安妮 主动上前帮忙安慰她 此时安妮的妈妈 也在争分夺秒地寻找女儿 她复印了大量的传单 想借助警方力量 帮助传播 哪知还未开口 就遭到了警方拒绝 本来内心就暴躁 烦恼 天天又听着警方 冠冕弹簧的借口 她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一刻 她彻底爆发了 对着警察 就是一顿文化输出 按照菲律宾法律 袭警一样又被判刑 到那时 丽娜再想找到女儿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 危急时刻 一个叫做艾伦的女子 走了过来 她是当地民间组织 慈善机构的负责人之一 专门管理调查 人口拐卖这一项 艾伦表示 自己帮助过很多家庭 一定要信任她 给她足够的时间 这样才能救回安妮 听完艾伦的话 丽娜仿佛抓到了救命到早 她把所有的希望 又寄托到了艾伦身上 棘手的是 此时汤米已经准备 运走这批孩子了 为了躲过警方的追捕 她把运送大美的集装箱 一番改造 又在里面放了足够孩子们 吃上半个月的食物 到时候只要货轮一进公海 这事基本上就成了 急躁的丽娜自从认识了艾伦 也终于是安定了下来 两个人住在一起 几乎天天形影不离 艾伦还给她播放了 很多的采访资料 根据她多年经验得知 这些拐卖孩子的恋童癖 一般都是美国的上层人士 他们可能是你的邻居 牙医 会计 亲戚等 从视频中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有的人带着的是小男孩 有的则是安妮一般大小的幼女 在巨额资金的维持下 这个罪恶的产业在无形中运转 也就是说 只要有钱就可以肆意妄为 好在视频中没有安妮的身影 这让丽娜又重新的燃起了希望 最起码她又多了一条循女之路 经过数天的摸牌走访 丽娜始终没有找到关于安妮的信息 本来就焦头烂额 在这个关键点上 安妮的父亲又生出了事端 那个狠心的男人 要求丽娜立刻返回美国 就此停止调查 不然就起诉离婚 丽娜不想丢了孩子再丢了家庭 只好委屈求全 看着丽娜可怜的样 艾伦表示可以送她一程 哪儿想到就在赶往机场的路上 他们接到了女儿的求救电话 你知道恋童癖有多变态吗 这是安妮被圈养的第三个月 每天她除了要提防被70多岁的老头欺负 还要时刻从夹缝中寻找逃生的机会 苦等了这么久 今天终于让她等到了 正在打电话的人贩子 突然被屋外的喊叫声打断 着急出门制止的她 随手把手机扔在了床上 安妮注意到了这一点 她趁着人贩子不注意 赶紧拨通了母亲的手机 Hello Mom, it's me Annie? Oh my god Baby, are you okay? Ask where she is, quick No, I'm quick Baby,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I don't know, I don't even know Somewhere A street name, a building, a sign, anything A street name All right See you later What's happening? What's happening? You better show me What's happening? Is she there? All right, yeah What's going on? You bastard! I'll kill you I'll kill you Yes 母亲的行为不光没有拯救女儿 还间接惹怒了汤米 可想而知 接下来她将遭到什么样的对待 不过这件事也从侧面提醒了艾伦 说明安妮暂时还没被迈出去 他们的搜索中心 可以从整个菲律宾缩小到马尼拉的红灯区 果然如艾伦所料 这里到处都是抱着孩子的洋人 从身材和年龄来看 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的身份 可是不管两个人如何询问 这些游客都置之不理 就在俩人即将绝望时 艾伦又有了新的发现 一个中年洋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敏锐的直觉告诉他 这俩人绝对有问题 艾伦立刻手持摄像机就冲了过去 Excuse me, sir Excuse me, sir Is this your son Or did you just rent him for an hour? Sir, are you American? Do you know that in America 攝像机被损坏 艾伦也受了伤 调查任务不得不暂时先停止一段时间 可就在两人在家修复摄像机时 丽娜突然又情绪激动了起来 通过反复比对视频中老头的声音 丽娜确定那天手机里传来的声音就是她的 这就说明拐卖安妮的人贩子找到了 艾伦立刻拨通了汤姆的电话 让其协助抓捕 但是万万没想到 俩人的对话却被司机听了过去 这个人是人贩子故意安插在汤姆身边的 就是防止有这么一天 人贩子收到消息 立刻安排手下去转移孩子 等菲律宾警察赶到时 这里早就人去楼空 不过他们也在现场抓捕了一个心理医生 而此时人贩子也顺利将孩子带到了码头 为了掩人耳目 进集装箱前 万恶的汤姆还给他们每个人注射了一针镇定剂 这样装船的时候就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菲律宾警察虽然没有在现场抓到人贩子 但也从地下室找到了安妮活着的线索 墙上的粉笔画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了尽快营救出安妮 ICE对抓捕的牙医严刑逼供 一番的恐吓下 这个变态终于供出了背后的主谋谢尔盖 但眼下孩子被带到了哪儿 他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想找到安妮 必须抓捕谢尔盖才行 此方案还没实行 安插在菲律宾警队的内线 又把这个消息泄露了出去 谢尔盖听完是火冒三丈 为了杀人灭口 隐藏自己是国际人贩子的身份 谢尔盖连夜埋凶杀人 处理了汤米 汤米一死 菲律宾警方也几乎断了线索 留在集装箱里的孩子 就会被按时发货送往国外 倒是累死ICE 也拿不出谢尔盖贩卖幼童的证据 哪知谢尔盖的小聪明 反而加快了营救安妮的速度 因为汤米的死 引来了大量警察 根据经验来看 除非附近有什么能让他放心不下的东西 不然谁会冒险在这个时候现身 汤米看着成千上万的集装箱 在码头斯卡罗片刻 当即有了结论 他把附近能调节的警力全部叫了过来 并下死命令 一定要赶在货轮出发前 找到这些孩子 被困了三天的孩子们 这一天终于通过透气口 看到了装卸工 他们兴奋极了 连忙拍打集装箱 向外面的人求救 但是奈何声音太小 最后还是被装卸的噪音掩盖 又过了三天 孩子们几乎奄奄一息 就连赖以生存的水源都即将见底 看着旁边可怜巴巴的小男孩 安妮把最后的一滴水给他喂了下去 现在他们除了等奇迹出现 什么也做不了 又过了两天 孩子们即将饿死时 负责当地拐卖的人贩子终于良心发现 他拿起手机打给了菲律宾警察 安妮终于得救 而被父母无情卖掉的茉莉 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在被卖的第二个月就得了脑膜炎 虽然安妮照顾了他很久 但最后还是被人贩子发现 为了一屋子的孩子不被传染 人贩子狠下心将他抱到屋外 无情地掐死了 不管是安妮还是茉莉 此时此刻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 肯定还在上演着同样的事 很难想象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竟然还有如此黑暗的一面 那些看似离我们很远的东西 可能就一直潜伏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普通人能做的 就只有不侵犯别人的同时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好好保护自己 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最后回到今日电影的主题 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愿你我都能平安 好了 本期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朱瑶 我们下期再见